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萨拉 以萨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弥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还有少数名额 七月份报名截止 请抓紧时间报名哦 上个礼拜我们会员专属的Discord 来了一条留言 他说看我们的节目感觉很难过很丧气 所以真的没办法每天追着看 但是他还是继续支持我们的事工 但是感觉要脱离休息一下 他活在加州这么绝望的地方 然后再看看AI News觉得很压抑 所以今天特别把今天新闻的结论放在最前面 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 我的弟兄们 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 都要看为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 就产生忍耐 但忍耐要坚持到底 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 共和党正在为了2024年的党内提名 真的你死我活 但是突然有个重大消息 就是川普既然拒绝参与党内初选的辩护论会 很多人开始批评川普 川普没走 不要脸 说头乌龟 但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决定 而且也证明了川普的不同 他就是不应该为了讨好共和党而去辩论 就是不应该做一个在政党内乖乖牌 他在2016年的时候把这份勇气 分享了给超过一半以上的美国人 现在他还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等等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他应该要拒绝总统的辩论会 好消息不断 就连民主党也被影响到了 乔治亚洲的民主党议员决定转换政党了 变成一个共和党党员 勇气是会感染的 勇气是会传染的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 而他这么做 反而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 政府想要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 今天全部都是正面的讯息 全部都是重要的讯息 好好地来讨论一下 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PHY的会员 直接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不要把你辛苦赚来的钱送给恨你的公司 他们恨你的小孩 恨你的家庭 恨你的信仰 恨你的价值观的公司 请拿钱来支持我们这个在传达正确价值观的频道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正在改变 年轻人正在对于左派掌控的世界 产生反感 现在就是我们要来带领这些年轻人的时刻 告诉他们圣经的价值观跟世界观 神的大能 圣灵的感动 还有耶稣的慈爱 全部都写在圣经的律法当中 请一起来支持我们AI News的事工 让更多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 翻转这个时代归向耶稣 加入我们的会员之后 就可以参加我们Discord聊天室 里面100%都是跟你一样志同道合的人 不只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群组会在我们Discord聊天室里面 你想要Homeschool你的孩子吗 Homeschool的资源要从哪里来呢 我们请到两位之前上我们节目的Sunny跟Lily 两位Homeschool达人 一起来帮你跟你的孩子夺回教育权 一起翻转这个时代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一点一滴的翻转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建立基督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是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目前最大的新闻就是 川普好害怕共和党党内初选的辩论会 川普正在逃离初选的辩论会 我们来看看这个川普竞选团队的顾问 Jason Miller是怎么回应的 在现在的川普提示 他会不会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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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两个第一个两个的党内 他会是3040 甚至新的投票上 他会是50%的在某些地方上 这真的不太大意义 他会议到现在 现在有很多人在3,4,5%的 甚至 Ron DeSancdes 是第二个党党的选择 在某些选择 是20,30,40点或是40点 所以在结束 特朗普總統會做一個決定 他沒有說任何極端的 一方或另一方 我沒有期望他參加 很清楚很明白為什麼川普現在這個階段 不會參加辯論會 每個政治人物現在要競選的都想要辯論他 都想要攻擊他 川普現在要忙的是競選 是要告訴美國人民說 他上台之後要做什麼事 但是攻擊川普的人包括共和黨 一些自由派的假共和黨人 例如 New Hampshire的Chris Sununu 在電視上大喊 哈哈哈哈 簡直就是個膽小鬼 美種出來跟我們辯論是不是啊 前代總統特朗普的困難 那個人說他會戰爭 但是他不敢站起來 他會出現場 出現場 出現場 我們不確實知道 我們不確實知道 美種嗎 你個小孩嗎 為什麼不敢來辯論會呢 你不是要救美國嗎 你不是很衝嗎 各位可以想想看 為什麼川普要領那些人 為什麼川普要花時間 跟你們一堆建制派的人在那邊狗咬狗 現在不是2016 當時川普是個新人 沒人知道他的政策是什麼東西 沒人知道他會把國家帶到哪個方向 我來告訴各位 為什麼 因為川普沒有任何的理由 要去跟這些人辯論 這邊來介紹大家一個網站 reelclearpolitics 這個網站是聚集了各式各樣的民調 然後做一個整合 左派的跟右派的都在裡面 根據這個民調的顯示 共和黨初選 川普是比其他的候選人高出32.4 這是根據這個所有的民調整理出來的結果 這裡面包括Morning Consult Economist YouGov Fox News Emerson NBC Yahoo News Harvard Harris CNN 還有The Messenger 所有的數字都顯示 川普根本就是獨佔凹頭 32.4只是一個平均的數字而已 Harvard Harris的數字是45% 參選的人裡面只有10個人而已 其他的人看起來根本就是一點機會都沒有 如果川普的民調的數字高成這個樣子 而且還是在繼續的增加當中 Decentes每發一個廣告 自己的民調就變得更低 Mike Pence每說一句話就被罵 ASA Hutchinson 越看越像建制派 然後票數全部都在往川普那邊走 川普為什麼要上台跟你們這些人辯論 就像是當時加州在選州長的時候 很多人說Larry Elder為什麼不參加辯論會 當時Larry Elder說得很清楚 我一定贏得初選 我要辯論的是紐森是民主黨是左派 我為什麼要跟你們這一群 為了自己的競選基金在那邊狗咬狗 那很多人會說這是初選啊 選民在要求這些政治人物辯論啊 沒有喔 有誰在要求川普一定要上辯論台 如果這些民調開始有改變的話 就表示說選民是有在考慮的 是有在搖擺的 但是目前就目前的民調的趨勢來看 選民在任何辯論會開始之前 就已經選擇川普了 這個很正常 因為川普他說了一句話 他要去華盛頓 要開除一堆人 會使這個司法部 FBI CIA NIH IRS 各式各樣聯邦的政府部門 全部都重新整合一下 我光是這個 我就願意選川普了 不過我個人還是非常希望 川普能上台辯論一下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新聞會變得很精彩 可以討論的觀點會變得很多 而且我的節目會變得 娛樂性增加非常非常多 但是事實就是 這個辯論會 其實對川普來講 就是一個凡事都可行 但不一定有益處的一件事情 而且在法律上 也沒有規定他一定要去辯論會 我很確定 共和黨很希望他上去辯論 但是各位要知道就是 川普改變最大的 就是共和黨本身 因為川普的出現 他基本霸佔了整個共和黨 川普不在乎共和黨的提名 共和黨要什麼 如果共和黨的候選人 想要跟川普辯論的話 那麼共和黨的這些人 就是要創造一個 足夠有力的環境 逼著川普一定要上台辯論 最好的方式就是 讓川普的民調掉下來 如果他們連這一點都做不到的話 那就表示說 川普根本就沒有必要要上辯論會 這樣子的黨內初選的辯論會 對於川普只有害處 沒有任何的益處 這個就是政治 每一個候選人都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贏得選舉 現在的選舉是共和黨的初選 不是2024的總統大選 目標應該要是拿下拜登 很多Decentes的支持者會說 川普就是美種 跟Joe Biden一樣 歸著那個時候 對不對 這個這個那個那個的 OK 很抱歉 Decentes是一個非常好的州長 幫助保守派幫助的很多 他非常的保護家庭 立了很多法律 保護人民 但是 他真的就是不知道 要怎麼去打選 一個總統選戰的一個人 他的競選團隊太差了 如果他今天是很有力量的出來說 2016的時候 川普總統帶出來了一個運動 一個文化改變了美國 讓美國的普通人有了力量 有了聲音 他讓美國再度強大 把權力還給了人民 但是經過了4年的民主黨洗劫 我們美國人被打壓的比2016之前還要慘 世界變得比2016之前還要混亂 我們離第三次世界大戰越來越近 美國現在是需要找回美國 找回身為美國人的價值 回歸到憲法 回歸到建國國父的智慧當中 我想要延續川普總統的方向 但是這個總統是要懂得如何立法的 如何運作政府 把美國的價值跟保護家庭 建立在民主黨無法用行政命令推倒的盤石上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我 Ron DeSantis 如果他的競選方向是這個樣子的話 很多人會去考慮 因為川普進去會開除一堆人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DeSantis的方向是什麼? I'm Ron DeSantis and I'm running to lead our great American comeback I'm Ron DeSantis and I'm running for president to lead our great American comeback 你的魅力在哪裡? 還有什麼叫做Great American comeback? Comeback to what? 最蠢的方式就是現在這個時刻批評川普 然後用AI做出一些假照片來欺騙選民 而且唯一讓DeSantis可以跟共和黨的建制派脫鉤的方式 就是跟川普站在一起 結果他沒有 所以就算我很想看到川普在台上把所有的人都罵一頓 然後嘲笑這個又嘲笑那個 但是說真的 32.4的領先 你們連被嘲笑的資格都沒有 我們要形成一個力量 我們要形成一個聯盟 你看AI News會覺得很喪氣 很有可能是因為你什麼都沒有去做 因為如果你是個剛強的人的話 如果你是個有勇氣的人的話 你活在這個社會 你活在加州的話 你看到的會是到處都是合唱 你身邊的人都需要福音 連你的教會裡面的牧師都需要變得剛強 都需要變得有勇氣 你會跟我們一樣有目的地來翻轉這個時代 這邊帶給大家一個好消息 讓我帶大家來認識 喬治亞洲的州議會議員 Mesha Mainer Mesha Mainer 與其我來介紹還不如讓他來介紹他自己 這個推文說 我的名字是叫做州議員Mesha Mainer 今天我做了一個決定 離開民主黨這個政黨 我代表的是亞特蘭大非常藍的地區 所以這並不是一個政治的決定 而是一個道德的抉擇 我永遠都不會為了身為一個 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黑人女性而感到抱歉 各位看清楚了 這個就不只是現在民主黨的政府 而是所有的政府的最大的敵人 就是人知道自己是誰 有良知有道德 人在乎的是自己的價值觀 而不是在乎黨的利益 換句話說就是 人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各位看清楚這位州議員的這個臉 他就是現在民主黨最大的夢魘 報導上面說 喬治亞洲的民主黨議員 把黨籍改成了共和黨 聲稱他被他原本的黨虐待 而且拋棄 Mesha Mainer 是一位民主黨的立法委員 宣布他把黨籍改成了共和黨 聲明民主黨利用了當地黑人族群 這位民主黨的議員失去了民主黨的支持 因為他選擇為了家長的擇效權背書 這導致他官方宣布他改變政黨的消息 2012年開始他就以民主黨的身份 代表的是喬治亞洲56選區 他說他一直都想要達到一個兩黨共識 來幫助服務他的選區 他說當他站起來為常被忽略的孩子發聲 要來支持家長的擇效權的時候 他的民主黨同事沒有跟他們站在一起 還有 他們把我訂在十字架上 因為我支持保護我們的社區 拒絕刪除警察經費 民主黨拋棄了我 讓我們來聽聽看他自己是怎麼說的 The Democrats at the Capitol took a hard position and demanded every Democrat vote against children and for the teachers union I voted yes for parents and yes for children not failing schools Some of the schools I represent have a 3% reading proficiency or children can't do simple math So I have a few colleagues upset with me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are giving away $1,000 checks to anyone that will run against me I'm not apologizing because my colleagues don't like how I vote when my community loves the fact that someone is finally sticking up for them and holding these systems accountable Let's be real Parents do not want their child trapped in a failing school and they aren't frustrated with teachers They're upset with the elected leaders that put the teachers union and donors ahead of their constituents If you listen to the people working so hard to push me out of office you think I actually did something wrong But in reality they're upset I didn't do what they demanded like a good little girl But it's ironic I'll say every election year I hear Black Lives Matter But do they? I see every other minority being prioritized except black children living in poverty that can't read We'll send a million dollars to the border for immigrant services But black communities not even a shout out I'm sorry I don't agree with this I'm not backing down and I'm actually just getting started 沒有錯 勇氣是會傳染的 勇氣是會散播的 當我們站出來說出這些 骯髒的事實的時候 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 跟我們一起站立 這位周議員 他看到的是民主黨不斷的扭曲 而且欺壓黑人的族群 讓黑人的族群變得越來越軟弱 越來越無力 越來越崩潰 黑人的家庭越來越破碎 然後民主黨在跟他們說 你們好可憐喔 投給我 OK 我會撥更多的款項給你們黑人 讓你們不用負責 找不到工作 政府給你們錢 你們男人不負責 不養家 政府給你們離婚的經費 OK 你們的家庭破碎 養不起小孩 政府可以在你小孩出生之前 就殺死你的小孩 你們的學校太爛 交出來一堆一加一 都不知道是什麼的 ABC字母連起來的話 就一個字都不認識的文盲 你的小孩在社會上面 沒有任何的競爭力 政府會公平的對待 OK 提高最低工資 讓你這些文盲 可以天天吸毒 也可以過得很好 你的學校被教師公會霸佔 每天只叫一堆LGBTQ 沒有任何用的東西 沒關係 政府讓你去抗議 去打警察 去燒警局 暴動都不會被抓 民主黨以及左派 要的就是你變得沒有用 他們要的就是你完全的服從 不能問任何的問題 不能有任何獨立思考 你不要想 你就投給我就好了 對不對 這樣子的想法 我們還不了解嗎 中共就不用說了 那邊只有一個黨 中國人民根本就不能投票 你若是台灣人的話 你若是台灣來的話 你就應該知道 有多少的政治人物的標語 是你的未來我來顧 OK 國民黨洗腦人的方式 就是服從領袖完成革命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人民不要問 沒有國民黨的帶領 怎麼會有今天的台灣呢 腐敗又怎樣 獨裁又怎樣 中華民國萬萬歲 才是最重要的 民進黨洗腦的方式就是 你看國民黨多敗壞 OK你看國民黨多少人被洗腦 多獨裁 但是你不要問 OK 台灣人投台灣人 這些外省人都不在乎你 你的未來我來顧 把票投給我就好 不要問我要幹嘛 不要問我要做什麼 我們要的是民主 自由 要進步 同婚 變性人 性解放 性教育 性氾濫 都是自由 不用怕 每一個政黨告訴你的都是 trust the plan 不要想 什麼都不用做 不需要思考 有一個比你聰明的智囊 把一切都弄清楚了 OK 川普在十樓 你只在一樓 你有什麼好自己獨立思考的呢 相信就好 相信我們黨的議程就可以了 我可以因性稱異了 只要是人掌權的 就是會變成這個樣子 他們的目標就是要維持你是個腦殘 讓你永遠都處於一個無知的階段 他們不希望學校的教育可以教育出剛強 有知識 可以獨立思考的小孩 他們不希望你獨立 不希望你剛強 他們希望你永遠當一個受害者 需要政府的保護 AI News每一集在強調的就是 我們要變得剛強 我們要變得獨立 就連對於教會的看法也是一樣 設想 今天你的教會的主任牧師 或者是執事會 如果走了 解散了 你的教會還會繼續存在嗎 你的教會的弟兄姐妹 還是會繼續讀聖經追求神嗎 如果你在敬拜團帶敬拜 然後突然不讓你帶敬拜了 你還會去教會追求神嗎 AI News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 就算今天我們被封鎖了 就算我們今天沒辦法報新聞了 你們還是會去注意現在在發生的事情 你們還是會去改變你們身邊的人 川普在十樓 我們在一樓 我們沒有他聰明 沒有他有能力 沒有錯 但是我知道就是 而且想要傳達就是 十樓有十樓的事情要做 一樓有一樓的事情要做 一棟大樓可以從十樓開始蓋嗎 你在一樓都不剛強了 在一樓都軟弱了 在一樓都什麼都不做了 我們憑什麼蓋到十樓 現在這個時代正在翻轉 最好打擊民主黨的方法是什麼 最好打擊左派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你自己自主 你有強壯的體魄 你博學多文 你了解金錢如何運作 你了解如何賺錢 你了解要怎麼創業 你了解聖經的道德觀跟價值觀 你知道怎麼樣建立一個強壯 而且有道德的家庭 你不需要政府的補助 如果社會變成這個樣子的話 民主黨自然就會瓦解 共產主義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因為這個社會就完全不需要 任何的社會福利 政府連存在的必要都沒有 因為政府唯一生存的方式 就是創造更多需要他們的受害者 加州剛過了一個人口販賣 買賣兒童不能算重罪的法案 SB14 你聽了很生氣對不對 生氣的話就起來做點什麼 你在加州到處都是合唱 你的兒女 你的教會 你身邊的人 你要有勇氣站起來 你要知道的是神在掌權 而你活著的地物就是跟神一起合作 而不是在這邊怨天尤人 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到 我來告訴各位 我們的政府希望我們變成什麼樣的人 Dellen Mulvaney逃到了秘魯 聲稱百威啤酒事件過後 美國變得太可怕了 報導上面說 他暫時逃到了秘魯 一個充滿犯罪的南美國家 為了要感到安全 因為百威啤酒事件之後 美國變得太可怕了 真的太噁心了 出去玩去旅遊 就去旅遊 報導上面用的詞是 Seek Temporary Refuge OK 成為暫時的難民 對 你在美國有錢 有閒 OK 有這麼多人支持你 每天誇你 你做什麼都是被讚美的 你還是感覺你是個受害者 讓我們回到新聞 OK 這位知名的變性人去了秘魯 因為最近Bud Light的事件 讓他感到在心靈層面有非常大的壓力 他說這個事件導致了更多的霸凌 以及恐怕性別的美國 他在美國時時刻刻都感覺不安全 以下是這位難民在秘魯逃難的樣子 是這一個好時間 對 這位被打壓的變性人逃離了可怕的美國 去了秘魯跟一堆草泥馬在一起 來感受到安全 事實上是什麼呢 事實上就是沒有人在打壓變性人 沒有任何的變性人在美國遭到威脅 或者被攻擊 我們在新聞上面看到的幾乎都是 變性人去基督教的小學殺人 變性人在商店裡面大發雷霆 因為性別被叫錯 變性人毆打保守派的和平示威人士 變性人主動的挑釁基督教跟天主教的抗議群眾 特別是這一次Bud Light的事件 更是沒有任何人在攻擊變性人 只是絕大多數的人拒絕買他們的啤酒而已 這是一個商業性的抵制 美國大眾針對的是Bud Light跟Anheuser-Busch這個政策的方向 抵制的一直以來都是Bud Light的啤酒 甚至沒有針對這位變性的大哥 甚至我們並不希望Bud Light這間公司倒閉 我們希望他們可以道歉 雖然我不喝啤酒 但是如果今天Bud Light公開道歉說他錯了 他們不應該找一個觀眾都是小孩的變性人 來提倡小孩的變性思想的人來代言的話 我會主動去買一打的啤酒 只因為我認為認罪悔改是需要被接受的 承認而且承擔錯誤是當好人最重要的一個特質 Dylan Mulvaney發的這個影片是非常噁心的 我好受傷喔 我被打壓了 我好勇敢喔 我在為了變性人權而戰 我好無辜喔 這個是多麼噁心的一個想法 事實上就是沒有人在乎他 沒有人在乎神經病 就像我小時候在路上遇到一個神經病 我媽就會跟我說不要理他 離那種人遠一點 就只是這個樣子而已 這個就是人的天性 人的習慣 但是他就是覺得我們在迫害他 他們一天到晚覺得自己在被迫害 例如佛舟的州長 他們就會說佛舟的州長 run the sentence 的關係 所以立了一堆法律目的就是要把他們的權力奪走 但是其實這並不是真的 我的確是認為說沒有人應該可以做變性的手術 醫生不能因為一個病人認為只有一隻腳 所以那個醫生就可以把他其中一隻腳砍斷 當一個病人認為自己是個蝦子的時候 並不代表一個醫生可以把他弄蝦 變性也是一樣的 不能因為自己認為自己是一個性別 所以就要求醫生可以動手術 把你的生殖器官切掉 這個是我認為的我的道德標準 run the sentence 他只是在說 你要變性的話 你要做手術的話 等你成年之後再做就好 而且學校不可以教導這些東西給小孩 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這樣算是在打壓變性人嗎 不對吧 這只是佛舟的州長在保護小孩而已吧 所以他們的目的當然不是什麼人權 他們只是想要當一個受害者 然後說服更多的人可以自願的 把屬於自己的權利交給政府 使用政府的力量來打擊他們的政敌而已 政府希望的就是每個人都可以變得跟 Dellen Mulvaney一樣 沒有政府就沒有任何的力量 不在任何政治體系內就沒有任何的作為 政府認為說 每一個人都應該為了政府的存在而奮鬥 而那些不需要政府就可以活下來的人 那些剛強的人 勇敢不畏懼可以獨立自主的人 政府就想要消滅他們 因為越來越多這樣子的人存在 就表示說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就越來越低 那麼今天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懶散 每一個人都很頹廢 我們常常認為我們自己什麼都做不到 就跟AI News剛開始的時候一樣 我一開始認為說我們是個事工 所以說我們就要認識牧師 要認識教會 如果我們可以跟某個大牧師扯在一起 如果說我們可以跟哪個很有公信力的機構扯在一起 我們就會變得比較有公信力 我們就會變得比較有說服力 當我發現並不是每一個牧師都跟聖經裡面的使徒一樣 無謂的 教會並不是都是剛強的 很多教會想要討好的並不是神 而是教友 感謝主跟榮耀神只是一個口頭長而已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很難過 然後我跟我的牧師說我的想法 我的牧師Pastor Jack就說 牧師跟教會不是你的identity 你要的不應該是牧師或教會的幫忙 你要的應該是神的幫忙 你要親近的不應該是教會或者是牧師或者是牧者 而是應該親近神 他跟我說你現在的挫折都是你一定要經歷的 神在利用這個樣的事情讓你變得更剛強 他會把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 不要依靠任何人 而是要看到神在跟你一起同工 我們看到現在的困境 我們看到現在世界的邪惡 我們不可以喪氣 不可以絕望 我們不可以指望靠著人得勝 我們只可以靠著神得勝 雅各書一章二到四節 我的弟兄們 你們遭遇各種試探的時候 都要看為喜樂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考驗 就產生忍耐 但忍耐要堅持到底 使你們可以完全毫無缺乏 AI News現在還沒有成功 我們並不富足 我們三個人都是領著 比美國合法的最低工資還要低的薪水 但是我們想要跟神一起同工 我們想要翻轉這個世代 而且我們更想要的就是親近神 感謝各位像烏鴉雕食物為以利亞一樣 餵養我們 讓我們可以繼續生存 我們在困境當中看見神蹟 最大的神蹟就是我們活著的每一天 所以說我們每一天都要心存感激 節目的最後 我還是要呼籲各位一定要去看 Sun of Freedom這部電影 為什麼? 第一個 因為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電影 故事線很流暢 演員演得很好 充滿著感情 是一部非常用心的一部電影 第二個就是 自由之聲並不是一個基督教的電影 對我來說基督教的電影是那種 To save a life Jesus revolution 那樣子提到救恩救贖得救那樣子的宣教影片 Sun of Freedom 其實就只是一個帶有信仰的警匪片而已 所以不要因為那個是基督教的電影 所以就不去看 第三個就是 這些事情是真實在發生的 人命正在被買賣 我們的孩子正在被淋虐 我們要讓世界知道這個世界的醜陋 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就是認知到有問題的存在 要廢除奴役制度讓人得到自由 第一步就是要讓我們的社會知道 我們現在還有奴役制度的存在 第四個就是 我們要讓我們的社會知道 我們的力量是強大的 我們是消費者 我們支持有良心有道德的企業 這個是真正的民主 當我們每次消費的時候就是在投票 這個是告訴那些在上掌權的 以及這些大公司說 我們是有道德觀跟價值觀的 我們活著不只是為了要滿足我們的 私欲跟信譽而已 我們是人 我們不是你養的寵物 我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們有神賜給我們的天賦人權 我們支持良善 我們抵制邪惡 這部電影讓我們有機會可以發聲 讓我們的聲音可以被那些無恥的政客聽到 正義的力量比他們邪惡強大太多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